你跟元朗的女孩进行婚礼 你不管她对你好吧 当你好不当你好 我不是你对上那么多 你命中最近你给那么多过一辈子的 山东农村 这个正在唱歌的一族女人叫罗小佳 是被人贩子从云南拐过来的 25岁的她 已经是一个7岁孩子的妈了 1993年 26岁的山东青年张宝亮花了4000块 满下了18岁的罗小佳 一年后他们生了个儿子 叫张又福 张宝亮家里并不富裕 一盏乌丝灯 让这个贫寒的家庭应勿引连 未经粉饰的墙壁上挂着一张床单 防止床上落灰 木门连个窗也没有 只能用几块破布挡风 家里也没个地板 还是原始的泥土一大灶 老张帮儿子洗漱好 小罗想为儿子整理好衣服 7岁的儿子正值好玩的年纪 他一溜烟地跑了 老张的妈妈拄着拐杖 盘山而来 他和儿子一家三口住在一起 农亡时还能带带孩子 冬天的寒意尚未退去 勤劳的村民们 已经迫不及待地扛起了出头 唤醒了沉睡已久的土地 老张家里有四亩地 种着玉米、小麦、棉花 一大早 两口子就上田里干活了 老张在前面开拖拉机 小罗跟在后面翻地 他红配绿的衣服 成为了灰扑扑的平原上 唯一的色彩 7年前 18岁的小罗被人贩子骗过来 结婚的时候 连个婚礼也没有 还没到结婚年纪的他 结婚证还是花了20块钱 走后门搞到的 会想起被拐卖的事 小罗也只是任命地笑了 被别人拐卖了 你怎么能忍受呢 他用命子 说服了自己忍受苦难 不管丈夫对他好坏 哪怕是对他挥舞拳头 只要饿不死 他就注定要和他过一辈子 在山东 找个本地媳妇 要花6千多块 娶不到媳妇的穷人 就会花钱买便宜的云南媳妇 这个700来口人的小村 被拐卖来的南方妇女 有40多人 人贩子打着去外面旅游的幌子 把这些未经世事的云南姑娘们 骗了过来 而买他们的钱 他们一分也捞不着 被骗过来的外地媳妇 有一半后来都跑了 留在这里结婚生子的 有10多人 但小罗没想过跑 跑到哪里 不都是一个样吗 老张的妈妈今年66岁了 她曾和小罗说过 只要把孩子留下 小罗想走 随时可以走 路费她承担 小罗也不肯走 小罗当然不肯走了 女人有了孩子 就有了牵挂 回想起生儿子的那晚 小罗预感到要生了 摇醒了旁边 呼呼大睡的丈夫 丈夫看了一眼 说早着呢 转头进入了梦乡 等接生婆的时间 小罗倒是没感觉到疼 还爬起来丑了丑 自己养活了个啥 直接的孩子 浑身被冻得通红 努忙使节 老张两口子来帮别人收玉米 然后把收好的玉米结 卖到养牛场 趁着休息的空档 两口子谈起对彼此的印象 老张很满意这个媳妇 但小罗却不满意丈夫 老张是家里最小的 上面有五六个姐姐 从小就被怪坏了 脾气不好 以前两口子动不动就吵架 这两年身体不好 干不了重活 脾气这才收敛了一点 小罗干起农活来 不输一个男人 麻利的割完玉米 紧接着又是扛玉米干 可乐就举起水桶 往嘴里门灌水 似乎一口气 要把一天的水都喝完 终于赶在天黑前 装好了一车的玉米结 这段时间 卖玉米结的人很多 有人下午两点钟就来了 一直等到天黑 也没排上队 老张两口子等到晚上十点 也没有卖掉 只能明天再来了 第二天一大早 两口子就过来卖玉米结了 小罗又是爬上玉米山卸货 又是帮忙挖玉米结 一刻也闲不下来 一车的玉米结 最后卖了55块 除了干农活 心灵手巧的罗小家还会织布 谈起自己被拐卖的经历 那时刚读完书的他 就想出来玩玩 谁曾想这一出来 就再也回不去了 离家七年 虽然也想家 但来回一趟 就要花上千块 成了家 顾虑也多了 钱都要花在刀刃上 当地的村民看不起 这些买云南媳妇的人家 毕竟有点条件的 都在当地找媳妇了 由于语言障碍 云南媳妇大都不愿意 和村民们接触 说起云南和山东的差异 山东的农村 一旦家里盖上了房子 在村里走路 都可以扬眉吐气了 而在云南 人们不会用房子 来改变对一个人的态度 一个人的价值 不是用这些外在的附属品 来评断的 刚嫁过来那会儿 他和老张天天打架 在气头上的他拿起农药就喝 好在被老张拦了下来 虽然在村里被人看不起 但小罗并不会离开这里 即使是回到云南老家 还是会回来的 他不想让孩子没有妈妈 而且时间长了 慢慢地对老张也有了感情 起初小罗还会想 为什么自己的命运会是这样 在这里被人看不起 丈夫也不好 有家不能回 越想压力越大 所幸就不想了 昏昏噩噩地过下去 李虾七年 小罗的口音也慢慢山东化了 云南老家在他身上唯一的烙印 也只剩下了唱歌 这是流淌在基因里的种族天赋 慢慢地 儿子也跟着学会了 他跟着妈妈唱着李虾的孩子 春季的到来 意味着小罗已经离家八年了 孙明是和小罗同一年被拐卖过来的 他的女儿也七岁大了 这天 小罗来喊孙明去他家吃饭 村里这些从云南过来的姑娘 会时不时聚在一起 38岁的曾绍英 算是里面年纪比较大的了 常年的风吹日晒 让他看起来像是50多岁 好在他老公对他还不错 曾绍英的丈夫比他大五岁 他跟着人贩子去了云南 花了4000多买下了曾绍英 而不知情的曾绍英则是被人贩子骗过来的 人贩子装成招工的 说一天6块钱还管吃住 他就这样被骗了过来 如今 他是彻底断了回家的念想 待得越久就越不想走 待在哪里不都是家吗 几个云南姑娘在一起取乐 玩闹 那些被生活磨平了的青春的活力 只有在这时候才会悄悄地跑出来 这一刻 他们不再是妻子 妈妈 只是自己 这群姑娘总是喜欢穿一身鲜艳的红色 但经不住风吹日晒 时间久了 都蒙上了一层暗淡的灰色 小罗虽然平日里咧着一口大白牙 总是笑着说回不回家都一样 没人的时候还是忍不住地想家 唱着妈妈教的山歌 偷偷抹起了眼泪 这是小罗来山东的第十个年头 农闲的时候 小罗对母亲的思念日益强烈 母亲已经65岁了 活一天少一天 因为对母亲的思念 小罗最近失眠了好几天 她决定今年一定要回去一趟 她回娘家的事 搞得家里人心惶惶 毕竟是拐来的媳妇 一去不回的事 在村里也屡见不鲜了 老赵嘴上说 不怕媳妇一去不回 但表情已经出卖了她 婆婆倒是看得开 小罗背了一床被子 还买了皮鞋和牛仔裤 这么大的阵势 让儿子也开始感到不安 担心妈妈再也不回来了 天还没亮 小罗和另外两个云南媳妇 赶了最早的搬车 踏上了回云南的路 他们都换上了最拿得出手的衣服 离家时还是未经世事的少女 如今已为人母 近乡情更切 当火车驶入云南境内时 小罗也越来越沉不住气了 经过了四千多公里的车程 下火车后 她还得走一天的山路才能到家 藏在深山里的遗族山寨塔瓦 层层叠叠地坐落在梯田上 这里的房屋还是清一色的泥气土房 路过二姐家时 小罗意外地看见了阔别十年的母亲 一时间情难自控地哭了起来 小罗的二姐比她大三岁 小罗就是住在二姐家时 被二姐丈夫的大姐带到山东的 村里人都说是二姐把小罗卖了 二姐心里也委屈 但在山里种田 一年到头就两千块的收入 她寻思着 外面的生活总不会比家里还苦吧 况且 她并不知道大姑子收钱的事 十年过去了 这件事依然是家里人内心的伤痛 小罗也没怪二姐 确实这么对比下来 山东那边的生活也算得上是好的了 她趴在母亲身上痛哭不止 从二姐家的山寨到娘家的山寨 还得翻一座大山 走五个小时的山路 第二天 小罗终于背着大包小包回到了家 难得见面 65岁的母亲亲自下厨 给女儿做起了饭 小罗和大家分享起山东那边的习俗 小罗的发小红梅 认识了一个修公路的四川男人 驾到了四川 酒味见面的两人 还有些许的生疏 互相讨论起对方的变化 红梅说 她快要听不懂小罗的话了 确实 小罗山东味的普通话 在云南山寨里显得格格不入 小罗回来后 亲戚们都邀请她去家里吃饭 舅妈的孩子和小罗一样 十四年前被人卖到了河北 69岁的老人已经白发苍苍了 见到小罗就想起了她的女儿 平时 她只能看着女儿寄来的照片 想象着女儿的生活 说不出口的思念 只能唱出来 唱着唱着就哽咽了起来 对女儿的思念像绵绵细语般 剪不断 理寒乱 无能的小罗扶着额头气不成声 不在妈妈身边时 她大概也是这么挂念自己的吧 小罗的爸爸64岁了 今天 他跟着爸爸赶着牛车 去镇上交公粮 与此同时 二哥和村里一群男人 正在山里开荒 二哥家里 每人有一米多的水田 和十亩多的山地 但维持生计还很艰难 山寨的小学里 只有一位老师 小罗就是在这里读完了小学 这天 导演和小罗去了他的一个亲戚家 在这里遇见了一个从贵州来的陌生男人 他正动员亲戚的女儿去安徽玩 小姑娘有点心动了 男人临走前 对女孩的父亲悄悄说了几句话 对女儿的远走 女孩父亲倒也不担心 在他看来 都是和自己人去的 有什么可怕的呢 十年前 一成不变的套路 在这个封闭的村庄屡试不鲜 一如十年里不变的贫穷 让山清水秀的云南 蒙上了厚重的灰色 女孩们不知道未来的命运如何 但是 再怎么着 总不能比现在更糟吧 而小罗现在 必须在母亲和儿子之间做出选择 母亲生他养他 他却没有时间回报这份恩情 想到不久后又要分别 小罗将头埋了起来 他唯一能做的 也只有趁自己还能陪伴母亲时 多帮他们分担一点苦力活 2003年 胡杰导演的纪录片 平原上的山歌 让我们看到了特殊的时代背景下 一群渴望改变命运 被拐慢后开始任命的女人的悲哀 为什么小罗他们会这么认命 看到后面也渐渐明白了 他们过去经历的苦难 让他们以为世界北干如此 个人的命运 在时代的浪潮面前 渺小而无力 一手烂牌的他们 未尝不指望通过走出去洗牌 哪怕是被拐卖 也是有翻身的可能性 而导致悲剧发生的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在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偏远山区教育的缺失 时代的一粒灰 落在个人头上 就是一座山 但即使是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 挣扎在底层的人民 依然没有自我放弃 纵然家徒四壁 一山蓝绿 也能在陆势里 宰歌宰武 歌功颂德 一个心怀希望的民族 才能屹立不倒 村村通路 精准扶贫 普及教育 我国用20年实现了弯道超车 也只有中国人才能真切地感受到 什么叫翻天覆地的变化 深处盛世之中的我们 在回看前路时 才能体会到 它有多么的来之不易